10月份受原规台风外流环流影响 大雨造成部分路段路级掏空 积水农作损失等灾情 复理乡公所全力投入灾后复原工作 复理乡民代表杜金摩在咨询时 要求复理乡公所建设科的灾后复原工作 能够加快速度 10月份受到原规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大雨造成部分路段路级掏空 积水农作损失等灾情 复理乡公所全力投入灾后复原的工作 复理乡民代表杜金摩在咨询的时候 要求复理乡公所建设科的灾后复原工作 能够加快速度 尤其是复理与浊西交界的农入 因为掏空严重 杜金摩希望能够再加强 还有食品 食品挑过去 那个地带 这个大雨有冲刷衣机 衣机有一些米巴 然后那现在涨了很多婴漏蕃 那个应该要要清一了啦 建设科长则是回应 由于农入掏空严重 第一时间也先放置消博款 阻挡水再一次流向掏空位置 后续也已经乘报到中央 共同来解决这条掏空的农入 这个勘灾部分呢 县补水利科也有下来做一个勘灾 那他们也是说会尽量协助我们复理厢 针对障碍组件的工程 复理地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造成多处灾情 公所也跟其他部分来协助抢修 排除路面障碍物等大范围的工作 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记者高双双复理厢采访报道 匪哦 匪有效